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一部合集的第二部分 我们今天称这部合集为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作者都是路加 路加是使徒保罗的同工 他们一起外出宣教 本书的前言清楚地说明了两部书的联系 路加说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 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这表明了路加写作的主要内容 第一卷书路加福音 记录了耶稣的工作和教导 第二卷书使徒行传 记录了耶稣如何借着圣灵和使徒 继续工作和教导 这引出这卷书很有意思的一点 它比较传统的名称叫做使徒行传 故事中的确出现了好几位使徒 但唯一从头到尾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耶稣自己 他不是直接行动 就是通过圣灵工作 所以这卷书更确切的名字应该是 耶稣和圣灵行传 本书开头讲述了复活后的耶稣 与门徒一起度过了四十天 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 这与路加福音的故事相关 在路加福音里 耶稣宣告说 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复兴神的国 这要从以色列开始 他呼召以色列民跟随他 活在神的治理之下 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用爱战胜死亡 又复活成为荣耀的君王 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描述了复活的君王耶稣 教导门徒如何在神的国中生活 耶稣应许说圣灵很快会降临 并亲自充满门徒 这实现了旧约先知们一直描述的一个重要盼望 在弥赛亚的国度里 神的同在也就是神的灵会住在新的圣殿 也就是神的子民当中 并改变他们的心 耶稣说 当这件事发生时 圣灵会让他的门徒充满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人 说完这些话 耶稣就在他们眼前被接升天 这是但一礼书第七章提到的景象 表明耶稣受难之后被证明是无罪的 如今被高举为人子 同父神一起管理这个世界 耶稣应许说 总有一天他还会再来 因此这卷书的主题和结构 从第一章就显现出来了 故事讲的是 耶稣借着圣灵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世界 邀请万国接受他的统治 故事一开始 这个信息在耶路撒冷被传开 然后传到周围住满外邦人的 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地区 继续向外扩展到列国直到地级 这一集将主要介绍本书的前半部分 关于耶路撒冷的部分 一开始讲的是耶稣的门徒等待五旬节来临 当古时分散到各地的犹太朝圣者聚集在耶路撒冷时 圣灵好像一阵大风降临在门徒身上 又像火焰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 他们都开始宣讲神的大作为 这些人讲的语言是他们以前不会讲的 但聚集在城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朝圣者们 却完全听得懂 为了弄清楚路加在这个故事中强调的重点 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形象的旧约根源 首先 风和火直接表示神的荣耀像火一样充满会幕和圣殿 同时众先知曾预言 神会借着他的灵住在弥赛亚国度的新圣殿里 所以在使徒行传中 神像火一样的同在并不是住在建筑物中 而是住在神子民的心里 路加的意思是 先知们预言的新圣殿 就是耶稣依靠新约组建的家庭 也就是耶稣的子民 这与路加要讲的第二件事有关 先知曾预言 当神住进新的圣殿 他会让以色列各支派再次合一 归在弥赛亚君王的权下 然后神掌权的好消息会宣告给万国 路加详细地描述了五旬结识 所有以色列人的组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各个支派 他们回应了彼得的信息 使徒呼召以色列人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 有成千上万的人回应 他们组成了无数个不分彼此 充满喜乐 荣神一人的新社区 不过不是人人都在庆祝 从这里开始 路加记载了耶稣这个新家庭 很快就面临耶路撒冷领袖们的恶意攻击 路加用一个优美的对称结构 讲述了一个关于两个圣殿的故事 神的新圣殿 也就是耶稣的跟随者 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在这两场叙述之间 记载了两件关于彼得和其他使徒 在圣殿外院医治病人的事 结果他们都被圣殿的领袖逮捕 彼得两次都当场讲道 宣称耶稣是以色列真正的王 在这一串故事的中间 路加记载了耶稣的跟随者 如何捐出财产和家业 成立公共基金帮助穷人 路加添加的这一则信息 看似无异 但之后你会发现 这正是摩西律法中 本来应该由耶路撒冷的圣殿领袖 去做的善事 所以路加的观点很清楚 跟随耶稣的人 也就是他的新圣殿 正在实现神 一直为耶路撒冷圣殿预定的目标 成为一个天与地合一的空间 一个人与神同在之处 一个与神的慷慨和一致相遇之地 两种圣殿之间的冲突 在《使徒行传》第六到七章达到高潮 引发了第一轮的迫害 耶稣的跟随者不断增加 需要更多的领袖 其中一位领袖名叫斯提反 在耶路撒冷大胆地为耶稣做见证 后来被捕 有人指控他抨击圣殿 甚至威胁圣殿 斯提反乘势发表了一段很长的讲话 指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一直拒绝神差遣的使者 包括耶稣 现在他们则拒绝他的门徒 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非常愤怒 便召集众人杀了斯提反 并发动了第一轮对耶稣跟随者的迫害 把多数门徒都赶出了耶路撒冷 但这种行为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路加指出 这场悲剧反倒推动耶稣的子民去往犹太和撒马利亚 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路加记载了各种故事 讲述了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耶稣门徒团体 怎样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运动 第一个故事记载了菲利去撒马利亚宣教 这里住着以色列所憎恨的敌人 结果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接下来讲的是大树的扫罗 就是后来的保罗 归信耶稣的过程 他原来是耶稣门徒的死敌和逼迫者 直到亲自遇见复活后的耶稣 便成为耶稣热心的跟随者和福音大使 随后神借助异象告诉彼得 他不认为外邦人在礼仪上不节 或不配进入耶稣的家 于是彼得顺应圣灵的带领 到一个罗马士兵的家中 那里住的外邦人全都接受了耶稣的福音 圣灵强有力的彰显在他们身上 就好像在第二章中接受圣灵的犹太人一样 这些主题最终汇集在一起 引出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 安提阿是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最大 最国际化的城市 路加说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领袖 他跟保罗一起去帮助 带领这间教会的会众 安提阿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多种族教会 从这里开始耶稣的跟随者首次被称为基督徒 也是从这里开始第一批国际宣教士被拆派出去 耶稣的大使命正在实现 使徒行传 上一集路加在使徒行传开头描述了复活后的耶稣被高举 成为全地的王 他应许差派圣灵代表他亲自的统在 圣灵会赐给门徒能力 派他们去往世界各地 为神国的福音做见证 直到有一天耶稣再来 这场运动从耶路撒冷开始 随着圣灵降临 耶稣的门徒成为旧约先知所应许的新圣殿 继而引发了与耶路撒冷犹太领袖之间的冲突 导致基督徒受逼迫 但圣灵把这变成一件好事 事实上 这成为推动犹太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的方式 从而开始了一场跨种族的国际运动 运动的发源地是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是罗马最大的城市 上一集故事停在了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服饰 圣灵催促教会拆派他们出去开始宣教之旅 这开启了本书一个全新的篇章 保罗和多位同工到罗马帝国各个城市 宣扬耶稣坐网掌权的好消息 第一次宣教保罗到达被称作小亚西亚的内陆地区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以返回耶路撒冷参加重要的使徒会议而结束 第二次宣教保罗穿过小亚西亚进入古希腊地区 第三次宣教保罗再次穿过同一片地区 以返回耶路撒冷而告终 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 路加一再强调一些重要的主题 继续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每当保罗进入一座新的城市 他总是先去犹太会堂 分享复活的君王耶稣的福音 并建立属神的多元文化的新家 通常许多人会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有些人反对保罗 甚至把他赶出城 把他当作危险的叛徒 认为他违反了摩西律法和犹太传统 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结束后 这种冲突达到了高峰 最终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保罗发现安提阿的犹太信徒声称 外邦信徒只有成为犹太人 通过行歌礼 守安息日和遵守犹太饮食规定 才能进入耶稣的大家庭 对此保罗和巴拿巴坚决反对 他们把这场争论 提交给耶路撒冷的领袖议会 在这里 彼得保罗和耶稣的兄弟雅各 基于经文和经验 指明神的计划是让列国成为他立约的子民 为此 他们写了一封信 要求外邦信徒停止参加异教的祭祀 但不要求他们成为犹太人 或者遵行犹太的律法规条 在传扬耶稣的运动中 这个决定是场突破 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但他也是复活的万国君王 因此加入耶稣的大家庭 不是基于种族认同 或者遵行律法规条 而是基于单单信靠耶稣 遵守他的教导 这场跨种族的宣传耶稣运动 引出了路加想让我们在宣教之旅中 看到的下一个主题 就是早期基督徒 与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冲突 路加记录了在菲利比、雅典 和以弗所发生的多次冲突 保罗到各城宣扬耶稣 是独一的真神和全地的王 指出其他一切的神明与偶像 没有能力、没有价值 他传递的信息 一直被认为会颠覆 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他本人也被指控为一个 危险的社会革命分子 这表明多种族 异神论的基督徒群体 与罗马人熟知的任何文化 都格格不入 古代世界从没见过 像他们这样的一群人 但是基督徒引发的 不只是猜忌 路加不断重复的 另一个主题就是 保罗和基督徒 经常被指控背叛 和对抗 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 人们确实听见 保罗宣称 有另一个王耶稣 他们也确实看到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挑战了罗马文化的 许多价值观 但每次逮捕保罗 在罗马官员面前审问他 都找不出他有任何威胁 只好把他释放 这些事件展现了早期教会 与世界之间的悖论 这是一场犹太弥赛亚运动 但它包含了各个种族 是男女 贫富 奴隶 与自由人为平等的人 大家都单单效忠耶稣 没有别的神或君王 他们的存在颠覆了 罗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但基督徒并没有构成 任何的军事威胁 因为耶稣教导他们 做和平的子民 所以保罗和基督徒 唯一可被指控的罪名 就是没有跟从世界的潜规则 这卷书的最后部分 集中讲述了保罗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传道的见证 他最后的宣教旅程 在耶路撒冷结束 但回去之前 他备受争议的名声 已经传开 犹太人攻击他 认为他背叛了以色列 这引起了罗马士兵的注意 他们认为保罗 是来自埃及的恐怖分子 要引发叛乱 就逮捕了他 从这里开始 保罗先被带到耶路撒冷公会 和犹太领袖面前受审 然后被带到凯撒利亚的 罗马领导人面前受审 总督菲利斯 将保罗推给了 下一任总督菲斯都 菲斯都最终把保罗 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受审 尽管每次审判的指控 都不成立 保罗还是被关在监狱里 好几年 因为他做的 只是宣告君王耶稣 成全了他对复活的盼望 这根本算不上罪 但当时 罗马的法律体系 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于是 保罗上诉到 罗马最高法院 你可能以为 坐牢的经历 会让保罗备受打击 因为他一心 想上路传福音 建立新的基督徒团体 但在这里 圣灵精心安排的一切 都有美好的旨意 坐牢反倒让保罗 有时间写他最重要的书信 这些书信 让他的宣教事工 在他死后 仍然得以延续 后来 保罗作为一个囚犯 被押送到罗马 穿越地中海时 遇到危险 九死一生 最后 保罗在罗马被软禁 等待他迟迟未到的审判 这样 他可以跟犹太人 和外邦人 在一间很好的房子里 定期聚会 这卷书最后说 保罗放胆 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这一切 都是在罗马皇帝 凯撒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这两部统一的作品 不仅描绘了耶稣 和早期教会的历史 还展示了神国 从天上来到地上的途径 就是通过耶稣的生命 他的受死与复活 以及通过圣灵的降临 让教会有能力 从耶路撒冷到地级 为他做见证 路加在讲故事的同时 也提到许多例子 说明应该如何 对我们的君王耶稣忠心 透过言语和行动 分享复活之王耶稣的好消息 建立耶稣门徒的团体 在这里 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都得到平等的对待 并忠于君王耶稣 遵照他的教导来生活 而要做到这一切 必须相信圣灵的能力 相信圣灵会引领我们 走未来的道路 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经意 每天都不得了 还能够了 这就是说明天 能够了 这就是说明天 我们的历导 有点历寻的